其实特别重要 刚刚最重要的就是Column跟Raw 所以比较小看Column跟Raw Column跟Raw有点像穿针引线的那个角色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说真的 Index 恐怕也没办法发挥效用 所以最后再把那个 资料再放在Index 里面 Index 的范围就这个范围 当你这个以后 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名称 定义成名称 然后再用F3去存取 或者是直接选也可以 然后这个Raw number 就是放刚刚这个 然后蓝的话就1 OK 按确定 然后向右 OK 然后向下 OK 只是说将来这个 蓝宽就选一下 点两下就可以 那再来就是把前面的东西去掉 去掉的方法 当然如果你不想要想太多 你去一个方法 你把游标先点B2吧 Ctrl 去向下 向下做什么呢 你可以用资料剖析 剖析什么呢 剖析这个 它固定的嘛 特别之后 冒号可能要注意它全形还是半形 如果你用这个应该是全形的 所以你这个要切成那个 就是中文嘛 然后这边要 我是用新注印的 所以一定要是全形的 如果你用半形的话呢 它没办法切 因为这个是全形的 全形半形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定要全形的 然后呢 就把这个切开来下一步 然后就是直接看盖过这边好了 盖过去 那再把这一边的资料 再把它Ctrl X 然后把它直接贴上去 Ctrl X 贴上 诶? 怎么? Reference 那这个范围它跑掉 再把它重选一下 这边 Ctrl 去向下 它这个范围跑掉 一样的 F4 一下 打个勾 然后再重新拉一下 重新拉 OK 好 不过Reference的时间为什么变呢? 因为它打回原型 因为它用Index抓过来 你会发现 它变成什么? 它变成通用格式了 所以你最后可能要把这个格式怎么样? 再把它按右键 除此格式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日期 否则的话 它就会因为把资料带过来 所以Index带过来的资料 会是带原始资料 OK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原始资料是数字 我们前面也讲过 那你可能要改一下 但是呢 所以特别重要资料剖析 可以剖开来放回去 完全不用做任何事情 但是呢 想说老师 可是我不用知道剖析 倒车 背负 假设我不要知道剖析 有没有其他方法? 当然有 怎么做呢? 一样的方法 其实我刚刚有讲到 我们可以用几个函数 配合 好像比较简单 因为你用φ函数 φ什么φ冒号的位置在哪里? 再配合MID 切割后面的东西也是可以 可是φ函数 毕竟比较麻烦 另外一个len 算长度好像比较简单 为什么? 因为上面的这个位置 刚好它有一个固定的 就是1234个码 刚好加冒号 的下一个次这个我要 所以我可以用什么用 这个middle函数 去切割就好了 所以接下来我把这个 这个公式怎么样 先把它选 不包含等号的部分 把它先剪下来 做什么呢? 放在哪里呢? 放在文字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切割 切割的话我们可以用 因为它刚好 要的资料是从中间 middle 所以这边有个mid函数 这个mid函数 首先它要一样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的文字在哪里? 就刚刚的东西 所以test的地方贴上 有没有 入职时间帽 就这一串 我要的字 从哪个字开始? 从入职时间帽号的下一个 所以入职时间刚好跟上面栏位 栏位名称 所以我就先打一个LEN 算一下上面的栏位名称的长度 有没有?四个字 那我要从第几个字呢? 从帽号的后面一个 所以这边就加多少? 应该是加二吧? OK 入职时间帽号 从这个字开始 那LEN LEN CHASE是几个字? 你要算吗? 其实交给一个方法 如果它刚好它的字 是从中间到最后 不知道几个字的话 其实你可以刚好就最后 你就输入99就好了 那你想 为什么老师 没有那么多个字啊? 你为什么输入这么99? 道理很简单 因为后面的我全部都要了 所以你输入一个大于它的长度就可以了 那这样更简单 就不用去管它了 好,这个方法我常用 因为只要中间后面的 你还傻傻的把它全部算完吗? OK 可以啦 但是问题 不需要吧 所以有些地方种了一些小诀窍 可以让工作变简单一点点 不用理会 反正全部都要 你就大于那个数字就表示全要 OK 好 这样的话呢 理论上应该就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但是问题等一下还会确定之后 有没有 那你可能需要什么? 向右 向下 所以向右的话 恐怕还要注意什么? 注意 这个应该不用改了 上面这个 可能要改的地方就是说 这边如果你要有储存格的话 你要去注意一下说 它的蓝跟列需要锁 蓝跟列 第一换哦 对不对 当我向右的时候 它应该要变成什么? 这个要不要变? 这个要变 所以记得 D前面不能锁一个前的符号 但是1的话呢 当我向下的时候 能不能变呢? 1 不能变2吧 所以1一定要 所以特别注意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锁哪一个? 锁1哦 D不要锁 OK固定都第一列哦 这应该可以吧 OK 这也蛮重要的 你们这个锁定的位置 如果锁错的话 结果就不一样 这个蛮关键 按确定 好 向右 再向下 大功告成 最后你就把D到驱栏选起来 快点它中间其中一条线 这样就OK了 这是大功告成 这是我们要的结果 公式的话 你会发现就这么冗长 其实当然你可以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 先做到什么? 做到切割 再把 先把我们要的资料先放进来 第二阶段才是切割 我们要的部分 当然如果比起来的话 好像资料剖析 好像简单一点点 不过我讲过了 以后就是 哪一个方法解决你问题最快 你用哪个方法 我们这不是说 一定要哪一个方法 而是说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 能够让大家去 想想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另外的话呢 再来就是用什么 用VBA的 也许你等一下这一题做完 想想看 如果我用VBA来做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写 For i 之前有没有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 第三三列 OK 然后把这一个东西 i列的B栏 放在这一个位置 一个一个都帮我放 可是我要怎么写会比较简单 有没有 其实也是资料交换的一种模式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刚刚MID 在云端上面其实唯有放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答案的话 可以到云端上找325人4分版的那个部分 我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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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